每个人的眼神里 都带着像看到大明星一般的感觉 其实心里都在问 这位是谁吗 2016年1月8号 备受瞩目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颁给了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项目 奖项的得主正是今天的开奖嘉宾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潘建伟 和他所带领的团队 从美国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 给未满月的女儿看量子力学的绘本 到2016年 中国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的 金库量子干线和首颗量子通讯卫星的发射 诞生100多年的量子力学 已经从高升的理论 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 而潘建伟早在1997年 就在国际上首次实现量子态的传输 也正是他的探索 促使量子更快地应用于通信领域 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 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关键节点间 潘建伟集团队构建了量子通信热线 为重要信息的安全传送提供保障 把那无用的东西全清除掉 我特别需要这个我才能够前进 对物理没有兴趣 那不是他的错 有人说过您特别呆萌吗 我没听明白 那怎么 科学带来心灵的自由和安宁 这就应该我一辈子所去做的事情 本期演讲者潘建伟 请为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这里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先问一下啊 今天来到现场了 有没有学物理专业的 你多孤独啊 打迁世界茫茫人海 就你一个人学物理 这是一门快要被抛弃的学科吗 不过说起物理 今天要来给我们开奖的这位嘉宾 在节目开始以前 委托导演给我拿来了一本书 签上了这位嘉宾的名字 说希望小萨能够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 我一看爱因斯坦文集 我尝试着斗胆翻开了一下 我以为我的中文很好 这本书确实是用中文写的 但是完全看不懂 就让我们带着一个好奇心 去看一看一个被誉为中国最接近 诺贝尔物理奖的年轻的科学家 掌声有请我们的开奖嘉宾 潘建伟 河老师您好 谢谢各位 你们太可爱了 每个人的眼神里 都带着像看到大明星一般的感觉 其实心里都在问 这位是谁呢 我这么说您不会生气吧 我很高兴 今天我隆重地给大家介绍 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 中科院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 潘建伟教授 请坐 实验卫星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 这个怎么解释 先导嘛就是要先干 先干起来 那么要来做这个 这些量子科学的某些研究呢 就需要发射一颗卫星 我们又不知道它能不能成功 所以就顾切把它叫做实验 用实验也可能失败 您统计过您的实验当中 失败的次数 这个统计不清楚了 因为失败太多了 但是最后一次成功了 一旦成功之后 它是可以重复的 这就是科学和其他东西的区别了 在您开讲之前 我想问一下 您送给我这套爱因斯坦文集 用意何在 我的用意很好 其实他们怎么把第二卷给你了 我送你的是第一卷 就是说我希望你从第一卷开始读 潘老师您很善良 您认为我从第一卷开始读 我就读得懂吗 我有很大的信心 没关系 今天我相信 潘教授的演讲 一定不会像这本文集一样 那么深邃难懂 在科学家的眼中 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掌声有请潘教授开讲 非常高兴 能来到这里 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其实来这里之前 我是很犹豫的 然后刚才在外面仗着的时候 正好我们沙岛他就讲物理学是要被淘汰掉的一个项目了 对吧 已经就不行了 那我觉得我还真的就来对了 所以我今天就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呢 我到就RBC山的一个就是山区一个大峡谷 很少有外国人会到那个地方去就是游历嘛 然后我见到一个大概八十多岁的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 他见到我之后 他非常高兴看到一个外国人 聊起来他就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做量子物理的 然后他进一步问我 他说你做量子物理的哪一方面啊 我说我就是在做那个叫做量子信息量子太隐形传输 用英文就叫做像时空穿越里面的这么一个东西 他说我读过你在自然杂志发表那篇文章啊 我当时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他还是对我们的科学保持着这样一种原始兴趣的初心啊 那我也觉得他也许是一个例外 那么过了几年之后呢 因为我这个鼻子里面啊 就是长了些东西 然后我在海德堡大学呢 我呢就是把这膝肉给割掉做了手 做完手之后我醒过来就非常痛苦 然后正好那个护士呢 站在我的床前 他说Doctor Pan 他说你是不是就是做那个 就是跟时空穿越那个类似的东西啊 我说是啊 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啊 但因为我当时我鼻子里面插着两个广子 我非常痛苦 我说现在我讲不了 我将来我给你送给你一点资料吧 我想讲什么呢 我就觉得一个护士也是感兴趣 一个乡村里面老太太也是感兴趣 刚才我在外面的时候听 有多少人在学屋里 好像听说只有一个人举手 对吧 那我觉得 如果大家对这科学 对这种原始的冲动没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的国家 那么下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呢 就是所谓的探索的动机 就是说作为科学家呀 他特别关心的是两个事情 第一 我们这个宇宙的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 他通过这个规律研究呢 希望能够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 然后呢会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关心呢 我们这个人类的整个宇宙的生 整个宇宙的命运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所以我曾经呢好多年之前啊 读过那个房龙的一本书 叫做那个《圣经的故事》 那么当然我得宣称一下 我不是教徒啊 大家都在想 这个宇宙肯定要一个起源 对吧 那么上帝当然说要有光 然后要有云 要有天 要有地 这个过程啊 就是想来告诉我们一个 创世纪的过程 所以我们人类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啊 一直希望能够理解我们是怎么来 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来寻找一种安全感 那么但是在过去的话 因为没有科学 我们是要靠我们种种的想象 那么这个事情呢 经过几千年的这么一个 慢慢的知识的积累之后啊 到了就是1687年呢 其实有个非常大的改变了 在1687年之前 偶然那个机遇啊 加里略呢 他把玻璃片做成一个望远镜啊 去看太空了 他看到了土星黄等等 那么也就是我们就开始 能够探索整个宇宙怎么样了 不仅看出这个地球的这个事情 那么到1687年呢 牛顿呢 在很多人的前面的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啊 他就发表了一部专注 就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是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么一个进程 那么这部书给我们感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每天的这个东西的进化 我们演化呀 通过微积分的这么一个计算 都是完全是可以计算的 这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本来觉得上天是非常神圣的 牛顿是非常高 你看我这个苹果 啪可以掉地上 星星在天上转 我都可以算出来 这个时候你在心灵当中呢 你会就感觉到原来我可以计算神圣的 上天星星的这个运行的轨道啊 这在科学上的自豪感是无比的巨大的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我们的未来 那么如果你进一步想的话 你就马上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完了 我的命运啊 是不是也是在宇宙诞生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呢 比如说我潘建伟成为物理学家 萨贝宁成为主持人 其实根本是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 就像是我们今天在这地方开讲了 也是在宇宙刚刚诞生的时候啊 就everything is determined 就已经决定了 为什么呢 尤顿力学告诉我们可以计算的 所以很多物理学家 有些大科学搞清这问题之后啊 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宿命的 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于是呢 他们就自杀了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当然这个科学 还是要进一步在发展的 那么一直到上世纪初啊 又一个新的革命诞生了 就是量子力学诞生了 量子力学它非常有意思 它跟原来的牛顿力学 和我们的经典力学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牛顿力学告诉我们 比如像我潘建伟 我今天在北京这个地方 做讲演的话 我在北京的话 我就不可能在上海 但在量子力学里面呢 它有个概念 就是说做一个微观课题啊 当你没在看 它在上海和北京的时候啊 它可以同时地在两个地方 处于一种叠加的状态 那我们就把这样一种状态呢 叫做量子叠加态 量子是物理学的概念 作为不可再分割的基本个体 量子用来形容 微观世界的一种倾向 物质或粒子的能量 都倾向于不连去的变化 即事物不是明确的非此即彼 而是此与彼的某种 尚未确定的叠加态 举个例子 潘教授要从德国柏林 飞到中国北京 飞机有两种飞行路线 一条是柏林中转莫斯科到北京 另一条是柏林中转新加坡到北京 如果潘教授在飞机上睡着了 那么他不知道 飞机到底是从莫斯科中转 还是在新加坡中转 这时用量子力学看世界的潘教授会说 我现在同时在莫斯科和新加坡 也就是量子的叠加态 而当潘教授睁开眼睛看的时候 他才知道到底是从莫斯科中转 还是从新加坡中转 这也正是量子力学的积极哲学 看到极改变 当你把视线关注到量子的运动轨迹 其状态就会随之发生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能啊 你睁开眼睛去看一下 你是对我们整个世界的演化 是会有影响的 这也是说量子力学呢 它从哲学上讲啊 它是一种非常的 就是说积极的概念 它说我们个人的奋斗啊 是对这个世界是有影响的 它量子力学不仅可以来了解一些宇宙的历史 那么它也可以推动一个新的学科的发展 那目前我们在从事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研究 就叫做量子信息科学 你用这种所谓量子叠加原理啊 可以来做量子通信 那么量子通信呢 又可以来改变我们的信息安全的问题 其实量子力学们还有一种所谓量子纠缠的概念 因为我刚才讲到一个粒子啊 可以处于零加一 就是说两个状态的叠加 那么两个粒子的话 它也可以处于啊 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的叠加 那么如果说我今天来 假定我给就是萨贝宁一个纠缠粒子 它的手里面 然后我回到合肥去了 然后我呢 萨贝宁对它手中的粒子呢 扔一扔 那么它会随机地得到零和一这个结果里面的 某一个都是随机的 但是我在合肥看一看我手中这个粒子的状态啊 我也可以把它手中的结果给拆出来 我们把这样一种现象啊 叫做量子纠缠 或者说用不太严格的异扇讲的话 甚至可以把它叫做遥远地点之间的 心电感应 那么利用这样一种东西 我们就可以来构造一种非常强大的 就是量子计算机 可以让我们有效地 能够通过量子计算 在我们大数据爆炸时代 把有效的知识给提取出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觉得呢 科学不仅能给你带来心灵的自由和安宁 而科学是非常的就是有用的 那么随着今天 因为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发展 我们整个世界就已经变成个地球村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人类的进化 是跟我们信息的共享 和我们互相的互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珍视和加以保护的 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有心灵的自由 和他的就是独立的思想 正因为我们从古到今保证了我们思想的独立性 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想法的千变万化 我为什么把今天的题目叫做烫索的动机 其实是我赵邦来就爱因斯坦的题目 他叫烫索的痛机 他说今天有三类人是在科学的殿堂里 第一类人他只要有机会 也许会成为企业家 也许会成为政治家 也许会成为师人 他只要是干哪一个能够让自己得到荣耀 得到名利他干什么都可以 但他还是很有才华的 但是第二类人还有一类人 完全是用兴趣驱动的 他只是觉得好玩 他才不管对大家有没有好处 有没有什么坏处 第三类人是什么呢 他确实希望能够对这个宇宙进行探索 进行凝视进行思索 能够找到这样一些先天和谐的规律 只有这类人才能够很静心地去从事 长久的科学的研究 那么爱上说 当然我们不能把前两类人给驱逐出去 因为这些人可能对科学是做过很多 也许是主要的贡献 把他们给驱逐出去的话 我们这个讲堂就倒塌了 对吧 但是也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没有第三种人的话 我们这个殿堂就不会成为殿堂 只能是一些曼朝 就不会成为生灵 所以我说我们探索的动机 作为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 他是很有责任心的 他就是会用无穷的耐心去理解 这个宇宙是怎么样的 但现在我们不能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有爱 为什么我们会有爱情 但我想随着将来科学的发展 也许到某一天 我们也许能从方程里面 给我们非常好的解释 这就是探索的动机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在整个您讲 第一个大段落的时候 场下鸦雀无声 我们的镜头 扫到了很多观众的反应表情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表情 就是 唯独我发现坐在那个方向的 那两个小男孩 频频点头 并且还时常探讨他们两个 多大了 八岁 旁边这个呢 也八岁 也八岁 那你能用量子力学 为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两个人都是八岁 你怎么比他矮 他比我早生 潘叔叔的演讲 你们听完了之后 老实说啊 听懂了没有 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那你俩 我刚才看你俩在那 很认真的点头 两个人相互在那聊天 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刚才 我们在聊 你听 你听懂了没有 好聪明 我也聪明 好 等一下 等一下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我很抱歉 我讲得这么差 你什么也没听懂 我倒送给你一套 就是扎哥伯格的书 我把扎哥伯格的书 给他孩子看的 给他女儿看的 很小的一个 卑卑量子力学 好吧 你倒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 我给你寄来 吓我一跳 我以为潘小叔 两个孩子留个方式 我给你寄一套 爱因斯坦文集 但是我认真地问 大概听明白 量子力学 是一门研究 什么样的东西的 科学的请举手 那个小朋友 你感觉到了 这是一个神童 辈出的时代吗 来来来 花生给他 你几年级 三年级 中国有希望了 中国的希望 就在三年级 告诉我 量子力学是什么 探索人类的起源 与结局 与终止 你推测一下 人类的大结局 太阳死亡的时候 可能整个人类 都会灭亡 说不定会在 其他星球上 出现另外一种人类 或者另外一种 什么生物 到那时候 可能存在下去的动物 已经特别少了 有可能像山羊 绵羊牛什么的 这些可能都会不存在 有可能恐龙还会复活 说得夸张点 谢谢 您特开心吧 后期有了 观众用小纸条 问您的问题 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问题 如果爱因斯坦和牛顿 同时掉水里 您只能救一个人 您会救谁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就是量子力学的 就是经典的 就是不知道了 他就 他就量子力学 他就不知道了 他真的不知道该救谁了 量子力学 是属于零和一的叠家 他同时处于这两个 我就不知道 应该去救谁了 也许我就是 他拼命地有啊 有啊 同时像两边有啊 对吧 同时像两边有啊 睁开眼睛一看 哎呦我的天了 我可能在爱因斯坦那边 也可能我在牛顿这边 我书读得少 您不要骗我 我自读 当然 他们两个人的 自己的学说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牛顿老先生一定会说 小潘不用来救我了 我掉到水里 是命中注定的 但爱因斯坦一定会说 小潘你再努力一下 还可以救我 你是可以改变 这个事情结局的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通过努力 去改变那个 相信一切 可以改变的这个人 但从感情上讲 对吧 我觉得爱因斯坦 对我影响是更大的 是残远的 不过潘教授 这个人本身就很有意思 我们的记者 之前在去找潘教授 沟通这期节目的资料的时候 就拍摄到了 这样一段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哪 我猜他可能散步去的 走 我们找他去吧 听说您在德国的时候 就是经常散步 我们德国的时候 那个地方我们是在 哲学家小道 然后我们经常就是说 在那边可以散步 对面可以看到城堡 下面就是内卡路 我晚上到那边看看星星 然后有时候喝点啥 就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走在道上你想的是谁 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 这种感觉比较好 就好像是我们在探索什么事情 对吧 我们在聊 我们聊很多东西 你看我们到那地方 去看看星星 然后有的时候到秋天的时候 我还带着我的女儿 和我的儿子到那边 去捡捡榜丽 她那个榜丽都野生的 我觉得对科学家来说的话 就是我跟那里面 留下很深刻就觉得 我觉得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潘教授 您刚才突然去捡这个树枝 又折断什么意思 因为我比较喜欢闻这个树枝的味道 一旦到棱子里面 我就 因为我有时候思考比较多的时候 容易感到比较防躁 但是一上步 你就会感到特别特别好 因为听到您团队里面 另外一个教授 他说您学海德堡大厨 海德堡的主要是有寄菜 野生寄菜 海德堡的寄菜很好的 还有韭菜 一般有一种野生韭菜 也很不错 我们这里有时候讨论都比较随意的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忽然想起什么来 在黑板上寄点什么东西下来 然后就赶紧开始就是讨论讨论 对吧 这是比较最随意的 如果大陆更加正式一点 有些比较好的进展的话 那么你看我这个办公室 有个小小投影 那我们这个办下来 就可以好好的就是进行投影 其实我看的最多第一本 第一本经常被我带着 现在可能就放在家里 我给他们都买了一本 你是不是还没读过他的第一篇呢 这篇你今天晚上你真的可以读一本 我看我买了这个书 你还没看对吧 这个对我很不尊重 旁边那个是您的博士生 现在从前是我的学生 现在是我的同事 太有意思了 喜欢折树之吻 估计这段播出以后 大学生一效仿 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树都完了 不不不不 我得强调一下 你是从地上捡 我地上捡的都捡的 你绝不到树上去 对 那个新鲜的树枝味道 不是特别好 我经常试图就是能够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人会有 至少是我喜欢闻树枝的味道 我觉得我们从前 祖先是从灵质里面进化来的 可能这个基因里面 喜欢灵质的这个基因这个片段 可能还在体内起作用 所以你一到灵质里面 你的心旷生意 再闻一下树枝就感觉就更好 可能是基因还 还里面还得起作用 潘老师好 有人说过您特别呆萌吗 我没听明白 说什么 呆萌 就是一种人生状态 我就是有点懂 可能因为有些人也经常说我 经常有时候我会进入一种 陆定的状态 可能就正好大家在谈的时候 我可能在游离于你们之外 对吧 如果你把这个交出是种呆 就是可能我经常有些时候 会发呆 呆萌这个词的重点 是在后面这个字上 萌 只是萌的一种表现方式 萌您知道吗 现在形容一个人可爱 可爱 对 您的这种表达可爱的方式 是呆呆的 就是进入一种呆中目击的 很高的境界 对 对我们这个人来讲 心里面还是有一种 你说是什么浪漫一点也好 有些就是感想象力 又丰富一点也好 所以我记得我做过个梦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我个夏天 我拿这把刀 我在梦里我就在砍 在砍这个宇宙 对吧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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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梦里面忽然发现 我就因为我们这里面 现在目前的理论 还没办法把量子力学 和管相对论 很好的综合起来 如果当时在梦里 我在砍那个宇宙 结果后来把宇宙 砍成一个个小批屎 对吧 那忽然觉得 好像我发现了 这个终极的这个理论了 那在梦里面 就非常的快乐 但醒过来之后 发现没有 对吧 当然又非常的失望 如果说你觉得 这是正好是你的意思 那可能也有一点 不是这个意思 您这个梦境 只能证明了 大牛的脑回路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我想探求的是这些 比如说 是不是做科研的人 是需要去追求平静的 我觉得因为有些时候 人是需要休息的 我就这么讲吧 我本来有一个 很重要的课题 我本来可以早一点 从维远达到海德堡 去做那个实验的 对吧 但是因为在维远达的多脑河边 它有很多很好的野菜 那我当时我特别留恋 我说我是不等待 那个春天采王 那个就是野菜之后 再去海德堡 对吧 结果后来我就往了 大概四五个月过去 当然有个科研成果 就有别的小组 就是先做出来了 但当然我也没感到 什么后悔的 就是我觉得那可能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 文文树枝 上上步 我觉得这是我在前进当中的一种需要 我特别需要这个 我才能够前进 我如果是我整天在工作的话 我就没办法前进 因为我说实话 我之前其实是不知道您的 我是上网去做了功课 查您的资料 才发现您是2016年的一月份 刚刚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可以说是一夜成年 我想知道 作为一名科学家 您是当时如何决定去评奖 又怎么看待这种 我苦心钻研几十年 终于一夜成名的这种现象 就是 明明先稍等 您这个表情就是标准的呆萌 是 因为我就是我的本性 我很不喜欢拿这个证书 拿去拍这个照片 我内心深处我是看剧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奖 不应该自己去申请 不然的话会大量地浪费你的时间 同时我是觉得 因为你的科学这个成就 是不需要奖来肯定的 所以这里面我就说第一年 我们说我们不成熟 我们没报 第二年别人就劝吗 我们说来不及报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拖啊拖啊 拖到后来 我有一个更强烈的观点 我说其实我们就不应该评奖 应该把这个奖给取消掉 对吧 但是我这么讲了之后 我的一位老领导 他这么给我讲 他说建伟 他说你看 其实现在我们的国家 对科学的重视程度 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你作为科学家的话 你应该有责任 对吧 引起广泛的社会 广泛的公众 对科学的兴趣和重视 他说你应该去报奖 而且这个奖不应该取消掉 所以他讲了这个话之后 就是说服了我了 所以我倒是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 我说是爱上说第三种的要求 我还是也是非常有兴趣的 但是我希望能够慢慢地 能够达到他那个目标 对吧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心灵的修炼 对吧 其实这些问题 你不能脱离中国今天 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 你要是问潘老师 得奖和做实验哪个更开心 潘老师一定会告诉你做实验 但是潘老师也一定知道 得了这个奖之后 他还有更多的机会 做更尖端的实验 他会更开心 潘教授您好 我是学播音主持的 就是我刚刚真的听了很多 然后我也记笔记 什么加速度 我还真的认真听了 但是我本来是想缩近一下 咱们这些距离感 就是这个文理科的距离感 但是我觉得反而越拉越大 所以我就问一特别简单的问题 就是您觉得物理学 它好玩在哪儿啊 我觉得就是 最早我选物理的原因 因为我这个人的记性比较差 但是物理比较好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发现我只要记住F等于MA 然后呢 我才知道万越引力 我有这两个公司之后 我什么东西都给推导出来了 那么大脑里面 所需要装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最少的 所以你就想 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 总是希望能够装最少的东西 那么一个人能够活在世界上 你需要享受生活 也希望脑子里面装的东西越少越好 把那无用的东西全清除掉 这对我来说 就是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了 我只要记得去公事就行了 说到这个问题 学物理的要发言了 我特别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觉得学物理 其实物理是最有趣的科学 也是最有用的科学 今天我跟你做一个小小的证明 今天我是带着武器来的 小沙哥 潘老师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接招了吗 你能拿这个打死我吗 这叫空气泡 对 我正想问他 这是啥呀 这个叫空气泡 我们需要有一点烟放在里面 就有那个视觉化的效果 好 有烟了 好 来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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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有感觉了吗 现在是有感觉了吗 小沙老师 现在有没有感觉了 不然动手 我忘了告诉你一点 任何破坏我发型的人 都没有能活到现在 那我先跑了 我先走了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你弄了个像垃圾桶一样 东西在这 对着我脑袋喷了半天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其实是做一个演示实验的 就是演示这个空气泡的原理 空气泡它有很多用处 它可以用来清洁 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场景 小沙老师 我们在医院里面 有一个特别特别精密的仪器 它是要保证非常非常干净的 你用吸尘剂 你带来的那个空气 那个污的东西更多 所以你需要有洁净的空气打过去 用非常强大的冲击力 把它吹走 很多摄影师清洁镜头 用的那个吞嘴 对 一个橡皮的 拿那个空气的气流 没错 去把灰吹走 最重要的是 其实这个是我们 我在美国有将那个高中的 物理的AP课程 这是他们的一个演示的实验 就是得给小朋友看 其实物理是可以有趣的 有这样的学物理的学生 您什么感受 我觉得挺好 挺好 我就觉得刚才那位女士 是叫什么 刘雨泽 对吧 她觉得她对物理没有兴趣 那不是她的错 那很多是我们在中学教育里面 可能就是说老师的这个错 对吧 因为我们可能把这个课程 搞得就是非常的无趣的一个课程 所以你刚才比较这么 非常有趣的这些东西 这么弄一下 我个人来讲 我更加欣赏 就是说是美国和欧洲的 这样一种教学方式 那么比如说 我的儿子看到有一些 就是说是很小的实验 那他现在才八岁 他就对这个物理 就感到非常大的兴趣 我要去解释他的现象 对吧 那比如说他说里面有个球 那个球放在斜坡上 磁楼就滚下来了 但里面放了蜂蜜之后 这个球滚下来 速度就变慢 因为它那个重心 不是往这边靠后了吗 那通过这么一些 非常有趣的东西之后 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人 能够对物理感兴趣的 其实现在国内 很多已经在做很好的 就一些节目了 但是范围都是很小的 那么现在可能把这些录像 节目录下来 放在网上的 大家都可以观看 所以是慢慢地 我觉得现在我们有很多 就是从事这个科研工作者 和科教工作者的人 已经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其实你不一定非得要他听懂 像我今天到这里来 我就是四十五分钟 我确实什么也讲不清楚 对吧 但是也许今天这个人来讲了 明天那个人来讲了 慢慢地到某个人里 正是因为那天 你听了某个人的讲演 可能对你将来 就会产生一些 比较好的影响 就是说不一定非得要介意 一定要听懂和不懂 但是目前我们现在 也有个非常苦恼的事情 我就觉得就是 我遭到好多学生 刚刚从高中进大学的时候 他们可能经过将近 那么十多年的 长期疲乏的考试 已经完全对科学 失去了兴趣了 就达到了一种呆落目击的 就是说一种很高的境界了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 确实是要去解决的问题 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说 有一个大学 为了找到好的校长 不惜花上年薪上百万 去招聘一个校长 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说 国家要什么打造 一流的好的大学 您现在也是大学的校长 您怎么来改造您的大学 让它能够更好的适应起来 因为我现在 我是刚刚开始做 一点点管理的工作 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有资格 来做这方面的评论 但是我记得 就是梁启超先生呢 给清华的这些学生 做了讲演的时候 我觉得他把大学的精髓 就讲得很好 他说各位同学 你们来这里 清华是为了干什么 是为了想升官发财 还是想当教授 等等 他说其实都不是 到大学里面来 主要是来学做能 怎样才能来学做能呢 就通过对这些自然知识 对各种知识的学习之后 你就要能够达到一个 所谓的智能勇 这个三个境界 对吧 那智是什么意思 你当知道比如说 有些那些闪电 或者说那个地震 只是自然的现象之后 你就不会感到害怕了 对吧 那么你的智者就不惑了 然后呢 能 对吧 能者就不忧了 你觉得你去做了 这个努力了 对吧 最后成功不成功 那是无所谓的 对吧 那个勇呢 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 但还是要努力去做的 所以其实通过 这个学习知识之后啊 我觉得你将来 你今天可能是学化学的 你可能是学物理的 你可能将来干的 可能跟你原来学的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如果大学 能够通过这样的培养 达到这么一种境界的话 这个大学就成功了 但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就着他的问题 我问您一下 您觉得是做一名科学家容易 还是做一名校长容易 那当然是科学家更容易 科学家只要关注自己就行了 那个事情的话 要改变很多事情 可是刚才您也提到了 如果您是到一定成就的科学家 您可能要去做校长 去做一定的管理工作 去关注你的什么项目经费 包括甚至去很多 繁琐的申报程序等等 但是其实我是想再继续追问 您会不会觉得 科学家的灵魂被绑架了 你这个问题很好 也很难 就是因为我也没办法 就是很直接地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我就以换的一个说法 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就是我记得读过一个东西 就当年一个叫钱伟长的 他本来是学文科的 然后他后来去了清华大学之后 发现了文科当时 没办法救国 他说我一定要去造飞机 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就要求去转专业 去转这名字 说你学文科的 你的数学根本考不及格 你来搞什么 就是说是学力学 对吧 他说我现在救国 我只有靠这个科技 才能救国了 然后他就一定要去转 那么他经过很长时间的 努力之后 转型地成为我们那个大的 就是力学家 也是我们国家一个大科学家 那么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每一位科学家 就是其实都是有一种 家国情怀的 所以当你需要去做某个 跟你的兴趣 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的 事情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会去做那个事情 因为你要把事情 要往上 往前推动 但是你不能把它叫做板架 我不知道有没有 回答你的问题 我理解 如果一个科学家 真的只是自私道 我就把自己关在学院室里 我别的 爱发生什么发生什么 我觉得他一定成不了 一个好科学家 潘教授 他是希望能够通过 自己做校长 能够推动教育方面的 一些改革 能够让自己的学校 做一些适应的探索 让更多的教授 能够有更好的科研的环境 他实际上是一个 这种家国情怀 在一个科学家身上的体现 让我们看到什么 叫真正的大师 潘院士 您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技术的 我是去救援机的 然后我包括在上研的时候 跟老师做项目 或自己后来工作做项目 我们都讲究一个 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就是这个痛点 就社会这些用户需要什么 我们做什么 所以这样的话 不管是名利也好 就是都有很多的收获 但是像刚才 像您是做理论研究的吗 包括像一些 恰学数学呀 哲学都好 他们那些研究的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能够带来 直接的经济效应 对吧 像这个量子力学诞生超过一个世纪了 然后现在才有所谓的量子通信出现 然后更有像 就像您说的万有引力 到火箭升天 这都超过一个世纪 尤其是量子 就量子物理很典型 它是在一个抽象的想象空间中 诞生的一门理论 我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看到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生 可能我的孩子 我的子孙 都不能看到 他真的有什么 实实在在的 非常贴近生活 落地气的成就 那这些时候 这些科研工作者 他们的那个成就感 从哪里来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提供的 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这些科研工作者 他们的那个成就感 从哪里来 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这一方面的励志 上大学之后 我为什么搞量子力学呢 因为我学了之后 我就搞不明白 我说你怎么可能有次 处于这种量子叠加态呢 所以我当时 我那个期中考试的时候 就差点就没考及格 因为我一直在想 我就没办法再听课听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主要是特别想 把它搞明白 想把它搞明白 想理解它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是您自己的痛点 对 是吧 所以有次我碰到 我们科大的老校长 朱青史讲 我说只要是什么时候 能够把这个 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 搞明白的话 我马上就可以死 没有问题的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但是呢 但是我说现在 可能搞不清楚 所以我也希望 能够活得很长 我特别想看到 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 对吧 当然了 他最后打击了我一下 他说如果你不死的话 量子纠缠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呢 我从这个小小小小讲讲 对我们搞这个 原始科学 或者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来讲 他就让他带来极端兴奋的 极端的满足感 就把一个问题搞明白 但对我来说呢 我比较幸运 对吧 我发展起来 这些技术之后啊 回过头来猜一看 哎呀 原来已经就有这么好应用 在等着我们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 量子信息科学方面的应用 将来可能很快会有些那个 但在我的成就感当中啊 我就是并没有因为说 我可以只算应用 我会感到多么的有成就感 我只是觉得 这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情 现在我一听完潘教授说的这些例子 人家这种对话 是真正的在人类智慧的层面上 它触动的是人类的痛点 和宇宙的痛点 你还是在触动客户的痛点 科学家和科学家对话 包括您刚才您说的 和老校长朱青石先生 之间那番对话 我说我就想搞明白 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这件事 所以我不想死 老科学家马上说 如果你不死 这件事情搞不明白 大家明白了吗 这一番对话当中 涉及到的人类从古至今 为什么科学能一步一步 积累到今天 是多少代人的智慧 所以这就是 人类净化到今天 我们的知识一代一代积累 到今天我们所运用的一切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太了不起 其实我刚才听到您演讲里面 有一句话说 您觉得科学是可以改变 人类未来的 那么现在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环境问题 气候问题 其实都是由于 人去主观地去改变 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地球导致的 所以我就在想 那咱们为什么要不断努力地 去改变这个世界呢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将有机会 获得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提供的 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咱们为什么要不断努力地去改变这个世界呢 你这个问的是很难的问题 就是科学是一个酸嫩剑 对吧 那么确实我目前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就像你说的什么能源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搞科学的人 有时候也在就是说是思考社会学的问题 但非常有意思的 我前阵赵跟有科学家在聊 他说如果大家都去很好的去搞科学 去搞教育的话 都是Well-educated的话 都是搞教育的话 大概我们这个人口 大概会维持在80亿左右 我们假定我们通过很好的教育 把人口稳定住了 因为大家都有深的权利 对吧 你如果人口稳定不住事情就麻烦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科学家 就拼命地努力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 对吧 如果我们真的核聚变的问题 能够解决的话 那我想我们的几万年里面 或者在更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地球就不用担心这个能源问题了 那么另外大家正在讨论互联网 能工智能 对吧 那么有足够的能源 有足够的机器来帮我们干活的时候 那将来我们人类的人 我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就是比如说 意思是去探索 就像我刚才讲的宇宙的本源 对吧 然后大家就搞艺术的创造 就是你波波音 大家享受享受你的美好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是做点吃的 我觉得我对这个前景 我是比较乐观的 当然也许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未来 他教授 做的这个比方很有意思 以后都机器人干活了 你呢就波波音 我搞搞科学事业 大家都好 对 也不累 人越来越像机器 那机器越来越像人 您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状态 我觉得人不应该越来越像机器 人应该越来越像人 对吧 人类的发展进程 我个人觉得就特别像在玩一个 密室逃脱的游戏 当你醒来的时候 人类诞生的那一刹那 你关在一个小屋子里 你不知道我们在哪 周围一片漆黑 这个时候你要开始寻找线索 一个镜子 一个小盒子 指引着你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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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人类会找到那把钥匙 打开这个房门 从这间屋子里走出去 但是别以为这就结束了 因为屋子外面 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感谢潘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谢谢